一旦美国关掉GPS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导弹都会成为无头苍蝇 只有两个国家例外是哪两个国家 视频开始之前 大家帮忙点击右下角的关注 谢谢您的支持 现在世界上主流的卫星导航系统有四个 分别是美国的GPS 俄罗斯的格罗纳斯 欧洲的加利略和中国的北斗 这四个卫星系统 GPS的应用范围是最广的 GPS导航系统建立的时间最早 1994年就率先实现了组网 可以民用也可以军用 美国对外出售的各种先进武器 都由GPS来进行定位和导航 F35战机爱国照导弹 汉马军用越野车等等 他们的定位和导航全部依赖GPS 我国以前没有自己的导航卫星时 用的也是GPS 美国官方承诺 GPS任何国家都可以使用 哪怕是敌对国家 美国政府也绝不会在这上面做手脚 然而在2008年 我国抗震救灾时 美国关闭了中国的GPS定位导航 可见美国官方的承诺根本不可信 就是因为这件事 我们才下定决心 建设自己的卫星导航系统 现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已经有50多颗卫星组网 能够覆盖到全球 在精度上要比GPS高 延时也比GPS短很多 因此很多国家 也在用北斗逐步替换GPS 卫星导航系统 对一个军事大国而言十分重要 如果使用国外的 那么导弹和战斗机的最终控制权 都会在别人手里 目前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 不受美国卫星系统的协制 一个是我国 还有一个是俄罗斯 俄罗斯的情况比较特殊 他们的格洛纳斯导航系统 只有24颗卫星 其中18颗只能在俄罗斯境内使用 6颗可以给外国提供服务 俄罗斯的民用定位导航系统 使用的还是GPS 格洛纳斯只能满足俄军方的需要 俄罗斯的卫星数量太少 使得俄军的信息化水平不够 另外格洛纳斯的格外用户少 导致俄军采购外国武器时 还要更换上面的指导组件 伊朗的飞天小摩托就是一个例子 俄军从伊朗采购巡飞弹时 还要进行拆解加工 欧洲的伽利略卫星导航系统 在1999年开始立项 欧洲各国想摆脱美国GPS的控制 于是投入了34亿欧元启动这个计划 不过现在伽利略系统只有30颗卫星 在2019年时 伽利略卫星导航系统出现了故障 信号一度中断 导航卫星上使用的芯片 也不是欧洲国家生产的 技术来源于美国 背后有没有后门谁也不知道 以美国人的秉性 他们也肯定留了一手 所以说伽利略系统并不具备独立性 哪天欧洲发射战略导弹 美国人可能只要按一下键盘 他们的导弹就能打偏 但是也只是打偏而已 因为现在的远程导弹 采用的都是复合制导方式 没有卫星导航也可以 因为导弹的内部还有惯性导航 好一点的导弹 还会采用星光制导和地形匹配制导 我国的北斗卫星在研制时 也打算从外面采购芯片 当时我们与美国的关系还很好 采购宇航级芯片完全没问题 当时美国304公司的宇航级FPGA芯片 一颗报价是500万 组装一个卫星CPU需要7000多万 这把我们的研发人员吓坏了 宇航级芯片对集成度高的要求并不高 像现在的5纳米3纳米工艺的芯片 完全用不上 因为太空的温度只比绝对零度高一点 散热非常简单 另外卫星上都有太阳能板 没有大气层的阻隔 全天有12个小时都可以照射到太阳 发出的电是够用的 因此卫星对于芯片的功耗要求也不高 但是有一点非常重要 那就是可靠 特别是芯片抗辐射的能力要非常强 一个太阳风来袭就能把卫星的CPU干爆了 这样一来整个卫星就毁了 我国当时也能研发卫星用的芯片 但是专家们不敢用 怕不可靠 如果卫星阻网后因为太空辐射而报废 那么损失就太大了 最后是北斗一号卫星的总设计师拍板 必须使用国产的芯片 这一举动也间接促进了 我国卫星芯片的设计和制造能力 现在我们有十几家 从事全球高精度卫星软件和硬件研发的公司 从研发到制造再到发射 我国已经建成了一条完整的工业体系 如果其他国家想要建造 属于自己的卫星导航系统 完全可以找中国外包 目前我们也有这个打算 给中东 南美 非洲等地区 建造属于自己的卫星定位系统 赚不赚钱倒是次要的 打破美国GPS的垄断 才是我们的主要目的 卫星导航和通讯非常重要 不仅仅体现在军事上 在民用领域应用的也十分广泛 有了属于自己的卫星导航系统 就等于掌握了本国的信息主权 未来中国会帮助更多的国家 摆脱GPS的垄断 关注球仔 下期给大家带来更精彩的内容